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穆亮先生 江老师之前就有过和大导演合作的经验 他会根据项目需要来调整作品的创作思路 毕竟电影创作和小说还是不太一样 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结果 至于周川先生的创作风格与江玉成先生 是截然不同的 非常的天马行空 还有很多地方莫莉尔先生需要仔细地再琢磨一下 但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周川先生 如果在将来我们合作的电影上 周川先生您还要继续坚持这样的我行我素吗 这是我的创作风格 没有任何人改变 我感谢莫莉尔 让我来这里和你聊天 但当作与伙伴侣的产品 不认同价值也就是 我同时也认为我选择 我认为我应该能够 我应该在这一步 什么 你说什么 说什么了 周川先生太浮识了 周川先生的个性太过解傲了 可能不太适合与人合作 现在我现在不太感觉 我对大家的无论 我必須要求你 莫亮先生身體有點不適 不好意思 要先告辭了 莫亮先生 請等一下 能不能聽我講幾句話 沒有 把他過去說的 我非常喜歡您寫的第一本書 容克寫的痕跡 也知道您不喜歡別人提起這本書 您之所以不喜歡別人提起這本書 是因為您覺得 在別人的解讀下 已經違背了您當初創作的書中 也已經不是 你自由創作的結果 周川也是如此 执筆之人 一生之治樂在於自由 我手寫我心 方能寫出血肉 好 請進一半睡 請請 感謝大家今天的辛苦付出 大家可以繼續留下享用晚餐 相信明天莫亮先生 會給出一個最終的答案 失陪了 請 大家 請 有 請 請 請